创业新生代 带你听见创业新生代 我们要继续来聊聊 就是大的企业 怎么跟新创公司一起有效合作 那熟悉创业小聚这个社群的朋友 应该也知道 我们其实也规划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和场合 其实都希望可以促成跟美合 企业跟新创之间的合作的发生 那各位应该也很熟悉 创业小聚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在台湾的企业代表叫做AUDI Taiwan 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才刚完成了 第三届AUDI Innovation Award Demo Day还有颁奖典礼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企业跟新创之间 合作的这个很好的范例 跟也找到非常多的机会点 那前两个礼拜呢 其实我们也透过AUDI的邀请 帮我们请到了AUDI Japan的Marketing Director 来跟我们聊聊日本的案例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 一样要进行跨海云端的这个录音 我们要连线到柏林 在柏林呢 AUDI有一个很特别的单位叫做 AUDI Demo Day 很难念的一个字 但它其实是AUDI的一个内部创新的单位 那我们今天其实会邀请到负责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呢 Mathias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新创团队跟AUDI一起合作 然后他们的据点在柏林 他们从新创团队之中观察到很多的特质跟机会 他会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经验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呢 因为要用英文来尬聊 我想要今天想要邀请一个同事 来跟我一起共同主持 他就是数位时代的创新长James 我想大家对他应该都不陌生 而且其实他上礼拜也才刚主持完AUDI Innovation Award的 Demo Day 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想要听听柏林那边的观点 我也想要请James来分享 他在参与AUDI Innovation Award这一系列活动里面的过程中 他有哪一些发现 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新生代 嘿James你要不要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创业新生代的生友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上了Kyle的节目 来到创业新生代跟大家一起共同聊聊企业 怎么跟新创一起合作 嘿对哦 这是你第一次上创业新生代对不对 是啊 很高兴有机会 OK 好 我们不要亮着来宾 你是帮忙请Matthias跟台湾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y Matthias I'm very happy to connect with you from Taipei We know that you are connected from Berlin So can you say hello to Taiwan? Yeah Hello from my side Good morning everybody Or hello everybody Yeah happy to be in your podcast today 好 大家可以听到 在我们录音的这个当下 柏林其实是早上的时间 所以他跟大家说Good morning Matthias他其实负责的这个单位叫做 Audit and Vex. 这个单位呢 其实是它在2016年成立 然后是属于Audi 透过这个组织 然后来进行内部创新机会的可能 当然虽然说是内部创新 但是其实他们的工作方法 跟创新的方法 也跟新创一起合作 一起共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实际上这个组织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当然要请到Matthias自己深入的来跟我们介绍 所以 Audi Danvestek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织 Danvestek是德文 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念的字 对我们台湾人来说 可是他如果翻成 对我念念都会打结 他如果翻成英文 事实上就叫Think Tank 思想坦克 对思想坦克或称智库 所以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一个德文字 那紧接着我们就想邀请Matthias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Audi Danvestek 在做些什么 Hello,Matthias We would like to first like you to briefly introduce to share with Taiwan audience about Audi Danvestek Yeah, thank you for that question Audi Danvestek is a digital innovation unit which is organized as an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means intrapreneurs that means people who are working for Audi they are developing new customer-centric business models to solve a customer pain point with validated business models including a prototype within 23 weeks that means we are a speedboat for delivering new digital business for Audi and we are doing this not in our headquarters we are doing this in the heart of Europe's startup ecosystem the city of Berlin and with our concept Audi Dankwerkstatt we are combining Audi's strength being a technology company with typical startup skills which means fully agile development absolute customer focus and enormous speed that's what Audi Dankwerkstatt is basically all about 剛剛Martias跟我們分享 就像我一剛開始出錢的理解 就是這個單位 它其實是Audi的一個 內部創新的創新單位 然後會由員工一起投入 然後可能針對潛在的客戶 會進行以客戶為中心 然後新的這個數位經濟的商模 而且他們其實針對客戶的痛點 下去解決問題 那不单单是在总部进行 而且也是在 他口中说的就是 欧洲的这个新创生态系的中心 在柏林推动这样的服务 那他们用很短的时间 就进行新的project的研发 也就是说他们短短在23周的时间 用这样的速度快速的推出新服务 然后到市场里面去调整跟测试 不过其实我想问问看 James的看法就是 好像你觉得这样的模式怎么样 然后在台湾 台湾有类似的模式吗 你觉得 我们都知道要跟大企业合作做创新 尤其是或者是企业自己本身 希望可以开始从他的原有的产业出发 开始做创新 其实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过去可能我们看到的几种模式 比如是昌建的 主要有用投资的方法 无论是从内部投资 自己做CVC的投资 或者是这个企业 作为一个所谓的VC的Fund LP的角色 Limited Partner的角色 所以他是主要投钱 然后交给某一个VC去做投资 这都有可能 这是其实台湾过去很常见的模式 那现在世界上全球 主要企业创新流行的其中另外一种模式 主要可能就是做这个所谓的加速器 或创新相关的计划 他们希望能够借由他们原本的这个企业的某一种business 就是他现有的商机可以开始跟新创合作 去把握某些新的商业机会或者是发展新的可能 从刚刚Matthias跟我们分享的这个项目听起来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ODI为了要做这个数位经济这整块领域 所以他觉得要做这一块领域他必须跟新创合作 所以他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了说这是一个数位创新的部门 然后透过23周的时间 针对某一个移动所需要的痛点来解决 那他们的确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心脏发生这件事情 这在台湾其实是相对少见的 我们见到大多数台湾的这些企业们 他们在做创新的时候 多半是开放某个API 做某一个Hackathon 或者是作为投资者去投资对方 可是事实上要co-work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的 因为他必须share非常多内外部资源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这个是有风险的 因为内部的很多资源或甚至市场的资讯 他不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就为外人所知 所以ODI这点创新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 不过我们也好奇就是 不知道他们这个单位 他们做这样的服务 他们的vision跟mission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James跟Matthias聊一下这一块 是啊 我们其实非常好奇于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想象这件事情 才决定要怎么做的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Matthias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why Why a big auto company like ODI decide to do innovation with startups What is the vision and mission of ODI DEMVEX That Yeah very good question Our vision is to enable people make the most of time and space And our mission is to develop sustainable solutions for the human need of mobility in a digitized world What does that mean? We are convinced that mobility is a basic human need and we want to simplify and enhance mobility We want to build scalable ventures offering sustainable solutions to real mobility challenges which are out there And we work customer centric in interdisciplinary teams with a maximum empowerment Directly at this intersection of startup world and corporate world Because I am deeply convinced that both worlds have a lot advantages And if you combine those two It's really really great And you can create fantastic business models which can conquer the world And for this work we are doing Team diversity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In our whole recruiting process for this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We are aiming for people with totally different backgrounds Personalities and skill sets That's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great ideas and fantastic business models 所以在Mathias刚刚的分享里面大家其实可以听到他们的使命跟愿景其实是要协助人能够尽可能的去善用时间跟空间 同时呢他们也希望可以在不管是移动的世界里面或者是数位的世界里面提供使用者提供人最棒的然后永续性的这个体验 那对他们来说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其实是要结合新创跟企业的力量的那要创造新的商模的甚至需要不同的技能不同的技术作为这个基础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甚至还说这样要这才能够真正做到就是征服世界级的新服务或新商模 那因为其实在台湾也有蛮多在移动的领域也好或者是车主体验的这个领域也好 着力蛮深的新创团队 比如说像在车主服务的部分我们就有车妈吉啊也是非常优秀的新创团队 那甚至比如说停车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想到U-Space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创新的技术跟服务 那所以其实台湾的新创团队如果你的使命跟愿景其实是符合刚刚Matthias讲到的这个 帮助车主善用时间跟空间 然后在Mobility还有数位化的世界里面提供最好的永续性的解决方案 其实你们都应该要参加由Audi来举办的这个Audi Innovation Award的竞赛 透过这样的竞赛 其实你真的可以争取到就是能够跟大企业一起共同合作 开发出更好解决方案的这个新的机会 那不知道在这一点上面James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其实我们刚刚听到Matthias跟我们的分享里面 其实Audi那个真的梦做的很远很大 因为他讲到说他希望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人的需求 但是有一点 to conquer the world 对啊可是有一点更根本的他所提到的他认同这件事情 就是Mobility是一个很基础的人类的需求 就是说移动这件事情啊是人非常基础的需求之一 对对对 面对这个需求其实要去做到服务这个需求所需要做的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多而且非常困难 我们通常看到世界上的许多这个一流的企业啊 他们在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或发想的时候 事实上那个使命跟目标都设得很远很大 然后针对这个使命跟目标所问出来的问题或想象中的题目也就相对很大 这其实是我们不容易看到的这一部分 举例来说像上周我才刚举办完才刚主持完的这个Audi Innovation Award Demo Day 3 也就是我们其实是第三届在台湾已经办了三届的Audi Innovation Award 其实这个创新奖项其实相对不容易的 我们所知道Audi事实上针对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 其实都是透过这样子的Innovation Award的方式 来连结当地的新创生态系 希望当地新创生态系 可以有机会跟Audi总部这个企业能够做这样子的合作 可是我们常看到在不同的地区 其实大家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没有那么Dream Big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可能是来自局部来自某个地区或某个区域的 我举例来说对我们来说其实常常见到的就是我们台湾的街头上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Scooter就是非常多非常多的机车 那有机车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想象 包含以前可能在15 20年前一直到现在 每一年如果你在看学校所举办的那些嗨客松里面 大家都还是在做订便当这题 就是就像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有UberEat Foodpanda 满地都是了 大家的想象还是在这里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必须想想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空间 大家所面对到的问题 可以用什么更基本的方式去解决 这个方式不一定完全对应到台湾的市场没有错 可是它对于全世界也就是人类所在的各个不同的地区 也许都是有机会改变将来的 所以其实Matthias他们所设定的这一个Odi Danvestek的这个题目 或者这个目标其实是非常非常远 可是相对的对于很多新创来说 梦想应该大一点可以做远一点不是吗 可是听完了使命跟愿景之后 我想要听听真实的案例 就是比如说他们最近跟新创合作的 的project里面 有没有一两个是比较精彩的 没错啊 我们现在听到了其实 COVID-19也就是所谓的新冠肺炎 在这个时候还是肆虐全球 疫情没有见到逐渐缓和下来 但是还是偶尔会看到 很多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都还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但创新不应该停下脚步 所以我们的确该问问 他们有没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经验 我们知道世界现在被影响了 COVID-19 但是新创业努力没有继续 可你能分享一些新创业的Odi Danvestek 那台湾STOP可以学习吗 是的 当然 我会想分享两个的新创业努力 so normally we're in one batch that means one half year which we are running this program of Audi Denkwerkstatt we are working on three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ith three different teams in order to solve our challenges that means we formulate how might we questions which define a problem field and each team is deciding for one challenge and then they are exploring what's the biggest pain point within this problem field we are going to solve and one problem which we were working on during the last month is the problem when you imagine you're on a long car journey on the highway and you want to have a rest you want to have a few minutes off and want to get some fresh air walk around a little bit then a lot of people are facing the problem that they only have unattractive spots along the highway it's not that attractive to spend time there and for this problem we created the project Rootilo Rootilo helps our users to discover exciting and inspiring places along their route so Rootilo curates relevant points of interest for car travelers which are fitting to an individual's need that means you can say I'm interested in maybe old castles or in nature or in nice restaurants having scenic views and then Rootilo creates a selection of relevant POIs along your route and you can choose one of them and then you get directly led to that POI and can spend your time there and you can have a much higher quality when having a rest and on the other hand Rootilo is a digital marketing platform for POIs who want to get more traffic that means who are looking for more visitors that's one of our products the other one is the project EcoMove and EcoMove is addressing the pain point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especially millennials this target group wants to be sustainable and mobile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refore EcoMove offers an integrated and automated tracking system which creates transparency about your personal carbon footprint which is created by your personal mobility and EcoMove creates this transparency how much kilogram of CO2 you generated by taking the train or the bus or if you had a bike it's of course zero emission and you get transparency about that in the first step that means this helps the user to learn and to improve your personal your personal mobility behavior to get a lower carbon footprint and in the second step everything which can't be reduced anymore for this rest we offer a compensation product that means you can compensate these remaining emissions so EcoMove enables people to have personal mobility which is fully sustainable Wow both Rootilo or EcoMove sounds cool but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some more about different kind of way because I know that OD do a lot of global initiate on OD innovation worldwide like Taiwan as one of the Asia Pacific area base you host a lot of stops from the world to Berlin to co-work with Aldi then Vastek in your eye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ese stop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can you give some more recommendation to Taiwan or Asia Pacific stops yeah my advice is to absolutely focus on your target group that means your potential customer that's the main step identify who is your customer where can you find exactly this customer group and then in the second step to test as early as possible because as soon as you go out with your first prototype and that can be a rough prototype of course you get such valuable feedback which is helping you to create a great product which is really fitting to your customer's need and so you can never start testing too early that's our great learning from the last years go out to your customer target to your target group and test as early and as much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create a product which is not creating value from your perspective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r potential customer he or she has to buy it not you that's important from Matthews of the share in the you can hear a lot of very often but when we do new new 创 when we always forget the thing is a lot of times we do the number of the the going to improve the market to move the market it's to improve the product to market of the market the market to the market market but the thing is really easy to easy to do 所以Audi在这件事情上其实非常不简单 他们做了这一个加速器在这个Berlin 的这件事情主要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新创朋友们 可以随着Audi的生态系快速的试错快速的去改变 能够早期的去测试更知道你的用户到底需要什么 这点其实非常不简单 在上周呢我们刚主持完的这一个Audi Innovation Award 这个创新奖项里面 事实上这是今年的第三届 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了 这一次事实上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有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有超过100个队伍以上的报名 然后最后筛选了9队 一直来到最后的决赛 在这个决赛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9队分别来自 除了台湾的本地之外 还有包含上海旧金山 还有东南亚的不同的团队 他们在面对问题或思考问题 或者是面对的这些问题的反应 其实都不太一样 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Audi Innovation Award可以提供这相关的机会 尤其是我们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因为我们纵然面对到COVID-19 新冠肺炎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有非常多的实体活动 或实体的交流去进行 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在面对这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还有针对这个所谓的移动的这个题目 就是Audi的能够提供这样子的平台 其实对于非常多新创都是很难得 应该Dream Big想大一点 梦想大一点努力去尝试的 OK 非常谢谢James 今天陪我一起主持创业行程带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感谢 因为有Audi Taiwan的帮忙 可以让我们听到更多来自于海外的观点 那当然我们今天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 The Head of Audit Divestic的代表 就是Mathias在线上跟我们分享 关于他们在柏林怎么透过内部创业的方式 然后除了替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还有替自己的用户带来更多价值之外 事实上也帮助了整个创新生态系的发展 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持续的希望 跟Mathias再来多聊一些 那我们想要聊什么呢 我们想要聊一聊 国际生态系的这个环境跟样貌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 记得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收听 并且持续锁定我们的创业新生蛋